1643年10月 孙传廷的主力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整个歼灭 大明已无可攻野战的军队 明朝的官生们意识到明朝已经不可救药 于是政治态度彻底改变 大部分官生们将民亡顺行 视为一种常见的朝代公体出于个人利益 纷纷归附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 正因为如此大顺军 在短短三月内就征服了整个黄河流域 除了在女武和宝丁两地稍遇到些抵抗外 其他地方的官生都是望风而降 当大顺军占领北京时 官员百姓们都兴奋地欢迎他们到来 在京的两三千名明朝官员中 选择自禁的仅有二十多人 其他的官员则纷纷叛响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官员士绅都急于投降大顺军 自以为皇帝换了官位富贵仍可保留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李自成的随后清算 武术平日作威作福 欺压民众的官员士绅 在追赃助响的行动中 兽刑身死斯文扫地 李自成为民请命率领农民军推翻了大名 最后却偶然失手死于村庄农民之手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副戏剧性的一幕了 1645年4月李自成准备东下南京 但募集的几万条船只被清军缴获 大顺军与无力进攻南京不得不改变进军方向 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 大顺军到达湖北通城九宫山路时 李自成率清几二十余人登山探路 当地农民以为是一伙山贼 于是聚集民兵武装 将他围住杀死 李自成死后大顺军背路交集 立即扫荡九宫山区 将当地民众尽数途径 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 后来神州清府 大顺军于部与南民和解 走上了联名反清的新道路 如何评价大顺军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之前反民是为了吃饱饭 之后反清则是为了保天下 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后 李自成妻子高逝 李过高一宫率参与兵力渡江入湖北 当时宏光朝廷已经覆灭 清朝已经控制了江北 龙武帝在福州登基 1645年年6月 赌印西被龙武帝任命为湖广巡浮 上任不久 踏遍丹旗直入李过军中 小以大义最终说服该部三十多万大顺军归顺 龙武帝将其军队改称中真营 封李过为新国后 高逝为真义一品妇人 自此度印西所部 与中真营联合 一时声势大振 中真营归顺南民后 李过决定联合合同交张矿 发动说服湖北的战役 但合同交张矿欲敌不战而退 致使中真营失去屏障 在荆州战役中被清军仰陆夹击 不幸惨败被迫退入三峡天险地区 1645年3月 佐良玉不敢同大顺军主力作战 伟称得到先帝太子命运 因此以讨伐马世英为名 全军乘船顺江东下 离行之时将武昌城屠露一空 武昌未处南京上流 恶举战略要地 一旦丢弃 南京变门户大开 4月初一日 佐良玉大军到达九江 邀约九江总督袁继贤 一同去南京清军侧 袁继贤断然拒绝 佐良玉军队攻陷九江城 俘获袁继贤后 乘船东下 不久佐良玉在船上突然病死 部下诸将推起自佐梦更为主帅 继续与兵东下 南明洪光朝廷只得抽掉江北兵力 派遣兵部尚书阮大臣 惠同黄德公 刘梁左以及方国安等将领 组织独角 此时清军已在南下 南明朝廷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无论集中兵力 对付任何一方 南京都有线路的危险 阿纪阁击败大顺军后 一直追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周县 此时佐梦更部下尚有兵足数万 竟然不做日和抵抗 便向阿纪阁投降了 袁继贤也因此被胁迫网见阿纪阁 袁继贤长意不败 阿纪阁极力劝他详亲 承诺让他仍做九江总督 遭到袁继贤的断然拒绝 最后袁继贤被押接到北京英勇就义 1645年初 施可法派遣徐州总兵高杰 率领三万大军进驻河南开封虎牢一线 高杰的军队是江北四镇中实力最强的 部署在河南守卫黄河沿线 令黄河北岸的清军头疼无比 然而此时镇守隋州的河南总兵 许定国以秘密投降清军 并把儿子送往清军营中做人质 高杰率领大军进抵隋州 对许定国叛变的是李隆尔文 但他自是兵强马壮 笃定许定国不敢轻举妄动 许定国以接风为名 在城中大摆沿袭 高杰仅率三百名清兵便轻易进城 宴席中许定国用纪念劝酒 将高杰等人灌得鸣顶大醉 午夜时分扶兵进出 把高杰和随行兵族全部杀害 高杰的军队顿时大乱 许定国趁机率不过和相亲 高杰死后军中无主 石可法闻训赶来 立高杰儿子为世子 高杰妻子行事担心儿子又小 不能压重提出让儿子 拜石可法为义父 这本来是掌握高杰军队的大好机会 但石可法却因为高杰是流贼出身 坚决不同意 因为高杰原先是李自成的部下 后来拐跑李自成老婆投降了明朝 这一做法暴露了石可法 政治见识的狭隘与不懂变通 高杰的军队就此离心离德 河南地区的防御力量就此变得脆弱无比 隋州质变事件后 其他三镇将领从此不再听石可法的号令 加上南京马士英大搞内斗 将石可法的部分军队从扬州调走 黄河防线顿时变得千穿百孔 1645年4月 杨州失守石可法训国 清军顺利禁抵长江北岸 5月初九南明降将张天路 杨成族等部作为先锋 击败南明防江水师 郑洪魁的军队 一举渡过长江占领阵江 洪光帝闻讯惊慌失措 与马士英等人轻易丢弃南京出逃 投靠驻扎在吴湖的晋国公黄德公 多夺领大军禁抵南京城下 新城伯赵志荣保国公诸国碧 礼部尚书前千亿等 三十余名高官显贵大开城门 贵营清军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 明朝两京之一 就这样为作抵抗清义陷落 多夺让降将刘良左充当向岛 向南追击洪光帝 刘良左一路追至吴湖 宣祥黄德公布下将领田雄马德公 黄德公不知军心一变 把刘良左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战引兵出战 叛军趁黄德公不备 暗中发射冷箭射中黄德公喉龙 黄德公深知大事已去 因此自吻而死 洪光帝被活捉献给清军 不久送上北京四年遇害 洪光朝廷当国的整整一年时间里 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 君臣上下有可威而不为 朝野人士不思振作 反而在腐败 党争 争权夺利上 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 清军击败大顺军以后 摄政王多尔滚 兵分三路大举南下 中路由多多率军由陕西出通关 京陆阳东进 西路由阿吉阁部为隋大树军 由陕西商落直至江西九江一带 东路由准塔率领南下徐州 沿域和水路并进 1645年4月多多率兵八万 近地扬州兵临城 下此时扬州城内 石可法作为都师 却仅有万语兵力 石可法命令各阵援救 但没有一人前来 此前石可法截至的刘梁左 远高杰两番的将领 相继投降清军 多多派人招降 扬州城内的石可法 遭到言辞拒绝 不久 清军运送红衣大炮到达 大炮轰塌城墙 不到一天 扬州城就被攻破 石可法想要自吻 被重将拦住挟持 送往清军营中 多多屡劝石可法投降 石可法断然拒绝 毅然殉国 回顾石可法在南明的表现 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才能非常平庸 在南明所做的决策 基本都是错误的 御将方面也很无能 清军南下后 他所节制的将领 绝大多数倒戈投降 然而石可法秉持气劫 勇于抗击侵略 最终殉国而死 却比当时绝大多数文臣武将 还要高尚于伟大 正是有了石可法这样的人 中华民族才能绵绵不绝 挺立世界达五千年之久 清军占领扬州后 多多以不停招降为由 下令屠城时日 扬州城顿时陷入地狱 全城百姓为之一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明第二任皇帝朱玉剑 是一位胸怀恢复大志的君主 一度让江南百姓看见忠心的希望 唐王朱玉剑一生多苦 年幼时因老唐王重新窃世 想改立世子朱玉剑被囚禁在牢狱中长大 后来满清入关劫略 承袭唐王的朱玉剑勿兵秦王 被崇祯怪罪废除为民 并关在狱中 洪光朝建立时才被释放 1645年6月洪光朝廷覆灭 唐王朱玉剑在郑洪魁 郑之龙 黄道州等人拥立下 于福州称帝 改名号为龙武 龙武朝廷建立后 班兆各地 夺到了两广 干南 湖南 四川 贵州 云南残明政权的承认 朱玉剑在位期间 以驱逐满清恢复民事为志向 历经图治任用今生杨廷林 和藤焦等人抗击清军南下 与李自成农民均于不和解 共同抗清 一度北伐收复了安徽京的宁国等师弟 但南明龙武政权内部矛盾重重 龙武帝朱玉剑没有自己的班底 也区乏效忠于他的文臣武将 龙武朝都府大臣效法武将 一位盘踞地方争权夺利 在福建他受制于郑之龙郑洪魁兄弟 在外湖广等地 总督和藤焦微服自操 广西巡抚趋势寺 意在拥立贵凡 同龙武朝廷貌合神离 朝廷威令步行 几乎谈不上统一部署统一指挥 与之相对 清廷虽有力不轻压 但掌权者基本上能微服自操 另行禁止 这一切都注定了南明龙武政权的前途命运 政治龙武就是无法一兵一族 臣一个人也要为兵卑政 龙武帝锐意恢复故土 政治龙却拥兵自重 携制朝廷无意进取双方的矛盾 日益激化 首席大学士黄道州不胜愤慨 自告奋勇都兵出福建 联络江西安徽等地抗清一军 设法为龙武朝廷打开局面 当时政治龙掌握兵马前梁大权 既不拨给精兵 梁响也只给一个月所用 1645年7月黄道州多方筹措 勉强拼凑了三千多名士族 依然居然踏上了征途 他们缺乏武器 大多数只拿着农居木棍 被人称为扁南军 当时士郎是军中小将 认为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 例外无疑 于是他向黄道州劝谏 黄道州没有听从 师郎便离开了队伍 黄道州军队进入江西安徽后 先胜后拜 最终在江西物园县 被清兵抚击兵败备 黄道州等被押送到南京 红城仇出言劝响 黄道州写下一副对联回应 石笔刘芳 虽未成功中可法 红恩浩荡 不能报国反城仇 江氏可法与红城仇对比 红城仇又修又愧 黄道州向南方三败后 无畏受刑 被斩首后 他的身子直指的树立不倒 人们在他的内衣上发现了 大明孤城黄道州七个大子 1646年 清军大局进攻江西 龙武帝不愿活在 郑志龙兄弟的掌控之中 因此借此机会 决定一架江西 亲自指挥抗清战士 于是他宣布亲征 亲自率领数千官兵 从福州出发 宿敏江而上 龙武帝命令和藤娇 派金兵营驾 但和藤娇担心龙武帝来江西后 会削弱自己对此地的控制 因此一面派人接驾 一面又各种阻挠 正是由于和藤娇的消极抵抗 以及不汇报战况 导致江西干州城失陷 前几天 龙武帝才得知战况 同时清朝朝府将南京略 红城仇 派人向郑志龙招降 又一王爵 郑志龙眼见清军士大 便决定投降清廷 于是郑志龙秘密下令 仙霞关首将施天福 放弃关爱 自动撤退 仙霞领地是闲耀 是入民咽喉 此地一旦放弃福建 就此门户大开 郑志龙得知 仙霞关撤兵想去挽救 为时已晚 清军已浩浩荡荡过了仙霞关 1646年8月 龙武帝听闻仙霞关丢失 便从严平启程 赶往江西干州 到达听州时身边仅有500多士族 李承栋率领清军追到听州 龙武帝与随银官兵 立战清军不幸被俘 壮烈殉国 龙武帝虽有雄心 但生错了时代 他没有明末王爷的腐败 有的是明太祖一般的志向 有天下与水火 可惜天不随人愿 他终究无法成为就是明君 1646年年初 清朝将领德克德魂在湖广 大败中真营以及南明都师和滕郊的军队 向江西气势汹汹地杀来 都师外援级计划在灶口拒显恶首 然而兵无战役纷纷难逃 6月初8日 清军前锋便抵达赶州城下 干南地区东连福建西街湖南又是广东的屏障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龙武朝廷被挽救危局 调派江西巡抚刘广英江西总督万元级 五英殿大学士杨廷林等人赶赴赶州城 一时汇集兵马达四万余人 不过明君都是各地拼凑之君难以统一号令 不久降降金生环命令不下 夜袭南明罗明寿率领的水师 罗明寿的八十余艘战船被焚毁 火器全部被清军缴获 清军趁机对赶州城外的各路明军发动进攻 先后击败越军颠军 各路援军电势不好纷纷扭头就跑 赶州顿时成为孤城 此时兵力仅剩六千余人 面对数万清军 赶州城内的明军陷入了极其不利的窘境 清军连续攻城一个多月 明军虽拼死抵抗 但最后赶州城仍然失守 大学士杨廷林与都师万元级投水自尽 兵部上书孤为经自焚而死 同时遇难者有兵科给失踪 万发祥 太常四清彭七生 力部主事公分 兵部主事王岐红 黎穗球等官身三十余人 赶州的尸首标志着明军 在江西所拒守的最后一座重镇沦陷 这一仗之后 南明王朝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出江西 同时也让隆武帝彻底失去了逃往江西的机会 隆武政权的覆灭到此时 也已经成为了定局 1646年5月清朝贝勒伯洛领兵南下 水陆并进进攻浙江鲁建国政权 方国安等部署的前塘江防线顿时瓦解 各部明军损兵浙将纷纷逃窜 方国安率部下七线于人替法相亲 清军顺利进战这东府县 大学士张国为兵部尚书 于黄礼部尚书陈寒辉 大理寺少清陈前夫等先后自杀 都市大学士朱大典聚守金华 誓死不详 伯洛从杭州调来红衣大炮 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猛攻了20天金华沦陷 朱大典与家人点燃火药自尽 朱大典在明末官场上以贪婪著称 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 却敢于破家输难 其细节令人佩服 清军进入金华后 借口百姓不顺天命将全城吐尽 鲁坚国朱以海的家眷被清军俘虏 清廷以此为要挟 要求鲁坚国朱以海替法归降 鲁坚国朱以海破口大骂 表示誓死不详 清军步步紧逼 鲁坚国朱以海在张明镇等人护卫下 离开绍兴 京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1645年清军攻破南京 鸿光朝廷覆灭 郑尊谦张国伟等在浙江起兵抗清 并在绍兴 雍丽鲁坳王朱以海出任监国 鲁坚国朱以海任命张国伟 朱大典和宋志浦为东阁大学士 方逢年为首府 然而由于朱以海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 不得不以众方国安和王之仁这两位将领 但方国安王之仁军阀割举四位严重 不仅排挤这东地区的一兵 而且不顾朱以海反对 擅自把这东各府县钱粮自行分配 导致这东各地一时断绝了两响来源大多散去 以至于都市张国伟 掌管的清兵营也只剩几百人 同时早在他当监国前 堂王朱玉剑就已经在福州称帝及龙武帝 而且龙武帝获得了 除浙江外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拥护 得知这一消息后 朱以海坚持同龙武朝廷分庭抗礼 互相拉拢对方文臣武将 这进一步削弱了南明的势力 1645年11月 朱以海亲自到前唐江边靠军 督促方国安马氏英王之人领兵两万多人 分兵三路进攻杭州城 清军分路迎击 方国安等人大败 这次渡江攻杭战役失败后 鲁建国政权的将领壮志顿销 基本上转为华江恶险的首势 1646年9月 郑志龙既已决定相亲 便相继撤回各地驻军 率部返回泉州 清军进入福建 如入无人之地 位于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福州 清朝贝勒伯洛邀请郑志龙来福州商议 郑成功劝阻他投降 而且不可轻易前往福州 然而郑志龙自以为龙有强大的水师 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 缺乏水上作战能力 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 于是他不听劝告带了500名士族 在1646年11月到达福州清军大营 随即遭到软禁并挟持送往北京 伯洛利用了郑志龙的声望 招降其旧部 施天福 郑志龙等兵将十万余人 郑志龙便捷投降郑成功 自此与父亲果断决裂 拉起复明救国的旗帜 不屈不挠抗击清军 清廷多次利用郑志龙来招降郑成功军位走效 1661年 清朝失去了耐心 直接把郑志龙斩首 郑志龙可谓是称霸海上的枭雄 但他目光短浅 无国家概念 只看重自身利益 先是投降大明 又出卖大明 抗击大清 又投降大清 最后被无情斩杀 郑志龙的人生下半场 也如同三国时期的旅步一样 走出了几近相同的人生轨迹 攻击 1646年11月 郑志龙自投罗网 贸然前往清军大营 清军背信弃义 将其软禁同时派兵攻入福建安平镇 大肆解掠 当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松 住在安平镇 刚被郑志龙从日本接到国内不久 清兵见田川松貌美 于是将他凌辱 田川松不堪忍受愤而自意 郑成功闻讯紧急赶来安平 但为时已晚 郑成功痛不欲生 按照日本风俗将母亲剖腹 把肠子取出 洗去污秽后 再放入体内缝合后下葬 目的是为母亲洗去耻辱 还以清白 郑成功怀揣国仇家恨 在孔子文庙中烧掉书生如福 已是从此气闻从无 郑成功带着所剩无几的军队 辗转沿海各地招兵买马 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 又以高明的政治手腕 架空郑家长辈收编了郑志龙残部 1647年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长期据点 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 醉成国姓之名 适时反清与清兵 勞战于福建沿海 逐渐建立起威望 之后又将厦门改名为四名州 亦为思念大名 郑成功与叔父郑宏奎等人坚持抗清 同郑志龙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 但经过同清军的反复较量 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 汇合成一支净旅 郑成功也逐步展露头角 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1645年下清朝支县方亨到江音上任 遵循清廷命令要求百姓替发 江音百姓义愤填膺 一致抵制并公开宣言 头可断发不可替 百姓联合起来逮捕方亨 推点使陈明玉为首 以大名中兴为其号 自称江一一名正式反清 陈明玉不懂兵法 于是推举原刃典使严应援担负首城重任 严应援义不容辞 征集两响筹备军械 并组织民兵首城将江音防务 做得滴水不漏 清廷先后派遣降降流两佐 贝勒伯洛和贝勒尼堪等人领重兵工程 皆被阻挡在江音城下 十万江音百姓面对二十多万清军铁骑 两百多门红衣大炮 血战工程击毙清军七万五千余人 坚持到八十一日清军集中大炮 轰击城东北角城墙崩塌清军蜂拥而上 江音失守陈明律向战而死 严应援负伤后投壶 被清军从水中拖出不屈欲害 江音城内无一人投降 遭到清兵屠城死者九万七千余人 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 严应援虽然只是墨留的典史 但他凭借江音百姓的支持 因为寿命抵抗强敌 比争相投降的高官权贵 更有气节足以标柄千秋 中明一代镇守云南的慕王府 到了明末也对云南失去了控制 1645年9月云南吐司吴碧魁 趁机发动叛乱 声言已无诸皇帝和有穆国公 叛军先后攻下大窑定员等地 云南全境震动 前国公穆天波急忙下令 调集沙定州等各地吐司 一举击败吴碧魁等叛军 沙定州沿见明末大乱 早有启示的野心 吴碧魁叛乱平息后 沙定州趁机滞留于省会昆明 穆天波因其表现一向忠心 因此并不怀疑 1645年12月 沙定州趁着昆明防备空虚 以告辞为名聚集军队 突然发动攻击 一举攻入昆明城并占领前国公府 由于变生意外 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 在几名心腹卫士保护下 带着官印逃到楚雄 沙定州派兵追拿沐天波 在楚雄被杨卫之率军击败 沙定州只得暂时撤兵 发兵迅速收取云南各地 各地吐司纷纷小硬 沙定州向龙武朝廷上书 说牧师无道权亏了沙军 才得以平定叛乱 要求代替沐天波 世代镇守于贵 此时龙武朝廷自顾不暇 无力处理云南事务 沙定州占据了沐王府 类似积聚的财富 并四处攻打不服的吐司 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幻想着成为 割地自雄的云南王 然而1647年 孙可望率领大西军突然入云南 沙定州的美梦因此破灭 龙武朝时期 河腾郊聚守湖南 又得龙武帝信任 本可大有作为 但他在用人行政上 却少有正确举措 不仅无知人之名 又无于将之才 其手下将领黄朝轩 刘承印曹志健 张仙碧之流 携军跋扈 又无战力可言 不仅丝毫没有增强湖南的抗清实力 反而严重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弄得民穷才尽 当时清军是大 大顺军余部与南民联合 成为中真营 河腾郊不顾大局 对中真营猜忌甚深 处处刁难甚至不发梁响 逼得中真营 只得离开两湖地区 1646年8月 清军数万大军 围攻干州城江西危急 为了扭转战局 1646年9月 河腾郊决定大局北伐 由张矿都兵由湘英进攻越州 赌印西率领马进中部 由长德北入长江顺流接应 河腾郊数万大军水路并进 企图一举攻下越州 进而收取湖北 然而张矿的大军 在越州附近中了清军的埋伏 一战而溃及逃五十里 此时赌印西截至的马进中部 由长江东下 顺利禁止湖北嘉瑜县六级口 威逼武汉 但因为张矿军已经败逃 攻湖北的计划流产 不得不跟着退军 此次北伐越州就此无功而返 1647年2月 清廷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 等三王带领主力水路并进 向明军恶守的湖南新墙 同西等地进攻 明军不堪一击 纷纷如鸟受散 都市和同郊 调遣驻守长德的马进中 王允才不前来 协助防守长沙城 不料两人还在赶来途中 清军就已经兵临长沙城下 河同郊眼见兵力不敌 果断乘船难撤 清军不费吹灰之力 占领长沙 偏远巡抚附上瑞 总兵董营等官员将领 在清军追击下 河同郊张狂先后逃至恒山县 又逃到恒州 接着逃到永州东安一带 不久张狂并死于永州 孔有德率领清军分进合击 先后击败皇朝宣 杨国柱 刘承印 郝瑶齐等将领 河同郊旗下十数万大军 就此全部覆没 湖广全境沦县 河同郊作为南民湖广等地都市 在湖南经营的一年多时间 兵源多时 号称是三镇 然而不仅没有收复湖北寸土 反而在清军南下时 无法抵挡 全盘瓦解 手下将领 要么投降替发 要么仓皇难逃 河同郊之无能可见一斑 自此之后南民局势更加糜烂 1648年江西金生桓王德仁 于广东李承栋 先后反正归名 孔友德 耿仲明 尚克西等三王 被迫撤退至湖北汉阳 以防守长江中下游 湖南兵力顿时空虚 此时一度详清的将领陈友龙趁机反正 先后占领靖州 黎平武刚新化宝庆 同说复长德地区的赌音西马进中部 互相呼应 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 河同郊也趁机从广西桂林出兵 攻克全州 弹顿兵永州城下 九功不克 河同郊对陈友龙有怨仇 因为陈友龙将清期间 俘获了河同郊的家人 并献给了清军 河同郊为了解私奋 派遣好姚齐 率不偷袭陈友龙 陈友龙毫无防备 全军溃败带着残兵败族逃入广西 南明军队趁胜攻取长沙的计划破灭了 赌音西只得亲自前往奎东 邀请中真营进军湖南 1647年4月 李国高一公率领中真营 从乌山 八东交界处渡过长江 先后说复以洋湘潭湘英恒山等地禁为长沙 在中真营日夜为攻下长沙即将告破 此时河藤娇为了征攻 以解救金生还王的人为名 将中真营调赴江西 河藤娇指挥军队继续进攻长沙 但无法攻破 1649年正月 吉尔哈朗大军进入湖南 河藤娇部下诸将如金公之鸟 纷纷拉起队伍就跑 河藤娇身边只剩少量清兵 成了无兵之帅 只得退往湘潭县城 清军统帅吉尔哈朗 帅军突袭湘潭 俘获河藤娇 河藤娇坚持气节 拒绝了吉尔哈朗的劝降 遂被杀害 河藤娇在就意前双手拍地连呼可惜 两掌击碎可谓是痛心疾首 但此时再痛悔也已再无意义 纵观河藤娇在冥王清兴之际的作为 他先后被佐良御叛军 清军俘获 都没有辩解 气节值得肯定 但他私欲膨胀 屡次不顾大局破坏大好局面 而且治军御将无能 多次丧军师弟实在是入国无名